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现在对这个时间是抱着像守财奴一样的态度 因此没有你们两位审查过 没听过你们两位的意见 我是不能去看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咱们王老师 扎老师两位 专门为了我们这个枪枪小时代 自己买票 是吧 百年不遇 没有 我回回都自己买票 从来都自己买票 自己买票去看了小时代 而且拿着票要到我们节目组来报销 你不给报啊 你不给报啊 没这想通 现在这个聊的可是沸沸扬 甚至还大战 跟这个郭敬明的粉丝啊 和一些影评人之间 在网上骂这个不亦乐乎 是 你先说这到底这电影怎么样 你们两位 王老师 我的电影 我这个嘴 你先说个影子 我先说个影子 但看完以后呢 我真有一个感想 我就觉得 这个电影吧 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我的感觉 这字正好是英文的 叫wanna be 我不知道您听说过 wanna be 其实就是want to be 这个英文就是说 想要当什么 want to be 他把他一种理语缩写成 就是说想要当wanna be 就是说 我觉得中文可以翻作 往那比 往那比 就是什么 比如说土的要想当洋人 然后穷人想当富人 对 比如说俗的 他想雅范的 就这么一种人格 就是叫wanna be 不是这是中国梦 往那比人格 就是 您说的就是现在的中国梦 所以郭敬明是中国梦的代表 你得想到 他小时候也是出身贫乏 穷孩子 穷孩子 绝对是 他对于这个富贵生活的想象 想往 他不是羡慕嫉妒恨 现在有一种叫羡慕嫉妒恨 就是说他恨这个富人 我就当不成 我就骂他们 他这种态度是很那个 就是说只有羡慕 羡慕我要怎么变成 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要寄身于他们一员 他完全是一个 积极的正面的态度 你看他里边 这电影里边 这些小孩 90后 都是这个尽头 你看四个 我觉得一个 你不能说他就是价值观 全错了 比如说他里边有这个 就是赞扬这个姐妹花 四个女孩的情意 好像还很真挚 可是你仔细一看 他说我们都是追求梦想的 我们都是要勤奋 要变成实现我们的梦想 可是他什么梦想呢 这个梦想你一看 就是成功 这个成功的内容是物质 就是要有钱 王老师是还是介绍郭敬明加入作协的 而且你看王老师过去在咱们节目里经常说的是什么呢 你不知道饿过肚子的滋味 你看您那一代人是这个标准 就是说饿过肚子的滋味 现在吃饱了 我管不住嘴 但是你看到了郭敬明这一番呢 他就是你不知道没钱的滋味 这刚才说的也挺逗 这个和咱们建英朋友 他的国际视野 高级国际视野有关 我的对这个的反应 我就觉得特别好玩 我更主要的是一个历史视野 我当初三年前 就看到这个小说叫小时代 我一看这小时代 我就一愣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我从小听到的就是大时代 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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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个 您说的太好了 我一看这个就先想到您 我说您写过青春万岁 那是大时代 对了 对了 这就是郭敬明的青春万岁 对 我说过一句话 叫青春都不是吃素的 什么意思呢 我写的青春万岁 那是50年 51年 52年 那个时候的一种 所谓革命胜利 新中国建立的那种大时代的感觉 您到了这个 下乡知识青年 那也是一种青春万岁 就跟狂热的 也其中像梁小生什么 就写过很多这一类的东西 连这个张成志 韩少公都写过这些 这是一种类型 后来我看那个王硕 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他就是动物凶 这我就一愣 感情在北京当红绿兵 什么复刻闹革命 也玩得这么热闹 什么复刻 不是 复刻 复刻 我说复刻闹革命 又要复刻 又要上课 又要闹革命 我说也弄得这么热闹 是吧 唱着苏联歌曲打斗 甚至于唱着国际歌 来组织的打架 拍婆子 拍婆子 我说这人家也青春万岁 他不是一个路子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青春 我还记 您说这么联想 一代人 一代人的青春 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没看这电影 但我看了不少这个吵架 对吧 这个很多人之间骂的 可能就是这个 那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一代人 就骂 你们这一代人 就国敬明这代人 你们这青春 忒低低了 这那一代人 但是他这一代人 90后的这些 说说是观众 以90后为主体 90后这样粉丝们就说 你这老人 就不要进电影院了 他还敢于 这现在这代人 这是一个勇气 他敢于把时代前边 加小字 您不琢磨琢磨 过去谁敢把时代面前 不加小子 你反动 是不是 因为大时代 为什么是大时代 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 是把几面红旗 一直打下去的时代 总而言之都是大时代 我们所有的教育 我们所有的情感 调动的就是要大化 要变得很大 要为一个人类的事业 至少要为祖国的事业 民族的事业 阶级的事业 所以一开头 我吸引我的就是小时代 结果最近我还听到一个情况 我估计这是电影制作人 或者电影院的设计 说他这次爆的 原来爆的这个电影的题目 不是小时代 是小资时代 那他是这个影片 不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吗 小说就叫小时代 但是这次爆的电影呢 我这个这都是 这个就是茶余酒后聊天了 我并不 我并不了解这个官方的审 审片情况了 但是据说原来爆的 还是小资时代 我觉得这像电影院的考虑 电影发行的考虑 我觉得更打动那个小资 小资 因为现在小资不是挺 但是我觉得还是小时代好 这个名起的高 当然小时代好 而且你没注意 他那个小时代 这个上面打的那个英文的字 还不是小 就是应该是small time 是吧 他打的是tiny time 就是比小还小 就微时代 我当时还联想到了您 因为我记得您 也是您说的这个 就是说 您当时我记得 王朔那时候出来有争议 说他痞子什么 写什么小人物的时候 您是出来写文章 就是支持王朔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 就说 王朔的小说是 微言小义 入目三里 是您说的吧 不是微言大义 入目三分 您就把它 就微缩了一下 但是呢 它是对应一个历史的 那种大时代 宏大叙事 革命激情 那种 我觉得呢 这个到这儿了 是不是就该到了 微言微义 入目三毫了呢 就它更缩小了 它更浅了 但是我是这样觉得啊 我觉得它跟王朔的那种 就是说 对应这个革命时代 大时代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有一种 就是对抗 颠覆 哪怕是一种 我小爱 我是流氓 我怕谁 这个是一个 现在的大商业时代里边的 小人物的一种感觉 它是迎合的 是要加入的 说得好极了 您同意吗 是它迎合 它合作的 而且我跟你说呀 你要从另一面 就是展现上海的建设成就 我老觉得这个片子 是一个主权力片子 完全就是 哎呦 我让你看看我们上海可不落后了 我们上海已经面貌是三年一小变 五年一大变 十年改变的历史阶段 我们是十五年二十年干了过去两别的国家三个世纪的事 我就感觉它里头老有这么一个歌颂歌唱 全世界发达国家的衣服都穿上 你光那楼啊 那楼我怎么看完了以后 比莫斯科 比纽约 比 比 更不要说别处了 比巴黎 怎么都现代化呀 我觉得咱们中国已经生活在超现代化的境界了 他这里他有这一面 所以应该 应该授予郭静明 主旋律贡献奖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大学之大在于大楼还是大师 我们反复强调 学校要建设一个优秀的学科 要请最优秀的教师 这时候我们忽略了 我们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 新生报道 该如何重塑人生新目标 要准备吃苦 要准备和人合作 在大学里这四年时间 是要学做人 一临两周专访南开大学校长 恭贺 风云对话 星期日凤凰被市中安排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 旅温泉文化 这个我看有些影评人 他骂这个烂 他还是有一个专业角度看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题材 不管你是什么价值观 这是一回事 我看电影也是这样 就是说本身就是你这个故事讲的好不好 你这个电影本身的玩的怎么样 好看的就是好看 不好看就不好看 这方面觉得怎么样 我 王老 还是王老 我说 我说这方面我要看电影来说 我说实话 你要是说作为挺轻轻松松的 然后绝不较劲的来看 我看得下去 为什么呢 这小姑娘小小的都形象特别好 都挺俊 尤其是那个哥们 那是哪 是从国外请的 还是台湾的 就演那董事长的 那大老板的 那是一个中英混血的 中英混血 就是台湾和英国的混血的 哎呦 我说 我说怎么这个 从哪请出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style 这么一个范儿啊 我的感觉 你知道他那张脸和那个范儿像什么 让我想起来像那种 就是时装店 那个橱窗里边叫Medican 你知道就是那种Medican 他都不像真人了 就像一个衣服胎子 你要有一个胎子嘛 然后就往上穿衣服那种男的 他脸上很那个没有表情的 这个要是 这要是 就不能有表情啊 对 这个要给中学女生看 那我就跟他们过去 就要尖叫的 就是 那真是要尖叫的 我看着我都想尖叫 哎呦 我说怎么这么 我没见过有这样的人呢 而且吧 就得让他们 像文涛这个 已经形象够伟大的了 但是你跟人家董事长一看 您在那只能当副经理 您就不是尖叫 而是叹歇了 不是 他是国字脸的 那个得是那种 肖尖脸 其实郭敬明啊 他要在整体比例上大一些 也挺顿的 也有那样子 他就是小时代了 他小时代了 我现在回头来说 这是 这是 这是这个 另外呢 就这片子 咱们他 人家故事怎么样 反正我看着特别有沧桑感 挺苦的 我也感觉 看着觉得 对对方孩子 我也感觉到 我就是联想到 比如说 因为这中国这个 中国这个变化呀 老是令人目不暇己 你说那个 青春万岁写这一帮青年 是吧 还那 现在呢 这书也还在照常在出着 在 也还有人 对他表示关注 还在 还万着岁呢 虽然不够一万年呢 还万着岁呢 是吧 然后就是什么 知青文学 是吧 文革文学 然后 现在 小时代完全在 看着好像是 另一个事业了 你觉得 另一代人 我的三桑 我指的是这个 我就是咱们这 中国也够能变的 所以这是你作为观众的 沧桑感 但是你知道 我有一个 我听你们说 我想起什么 说来就很惭愧 因为这个小时代 这个论战 我是没看小时代 但我才看了小时代 这个小说 当然就是看了几页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过去他们老骂郭敬明 我怎么觉得 我也还看得下去 你知道就是 你看很多人 我觉得是一种 人格侮辱了 当然就把这个郭敬明 做一种阴性的这种形容 但是呢 也的确 他写的东西 虽然浅 但是他钻到这个小女孩的心里 这个感觉 你知道 我觉得很多人你要说骂 对吧 很多人就说中国有多少年 有多少人能过得上这种生活 当然就是说 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他们现在怎样 你这些都是可以想 可是呢 的确有这么一种小女孩 我在身边呢 很熟悉 你有些骂郭敬明所写的现象的人呢 无宁说你可能啊 是在不满意这些小孩 哎呀 我有时候见过这样一些 十八九岁十七八岁的小女孩 他聊天就是这个 哎呀 我今天弄了一个什么手机 我明天弄了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看见了个帅哥 就要惊叫 他就是 你要说他浅薄 虚荣 那么他就是这个样子 您这个呀 正好就是我刚才 要往下说的话 您聊聊 我说我一个印象 如果说有什么 这也不 这我不想做价值判断 对 好啊坏 他浅 正因为他浅呢 所以他容易接受 你不费劲啊 是不是 您不用皱眉头 您不用含悲情 您也不用说是 快脑袋 您就看着吧 舒舒服服就下来 合乎逻辑也是他 不合乎逻辑也是他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浅青春 浅青春 又青春又浅 对 我还想起网上的 你知道有一个绝词 我看着把我给乐的 我不知谁发明的 不是我 说把青春给青年 纯粹就是浪费 说的好啊 青年的本来就是钱嘛 青春就是浪费的 青春就是能浪费嘛 而且我有时间能浪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钱 这是绝对是事实 但是这个钱 到底算是他一个什么样的缺点呢 不足呢 当然刚才那前边啊 剑英说的那个也都是这样 你设计 你也看不 我根本我就没看 您的记忆力比我好 您还能记住谁是干什么的 我看完了谁是干什么的 我全忘了 我就是瞅瞅 都挺顺眼的 我都挺爱看 那脸蛋 小姑娘小小子 我都挺喜欢看 您这跟看色情片的心情差不多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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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看了看 不是好看 我接您这话 因为您开始那个 说我这个国际视野 我觉得是暗含批评了吧 我接 对 但是我现在的就是我干脆就 就就就就就这样 我就在国际一下 科评一下 就是说 就作为这种青春的 给这个十十多岁的 青少年片 而且是这种通俗的 就是给大众的 看的片来讲 相相类比的 我能记住的 比如说美国的片 哈 都是这目标观众 就是这种90后的小孩 呃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这个 咱们就是从电影 纯粹的角度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浅的问题 就是一个太不专业了 你看真的太不专业了 呃 比如说我能想起来的 有一个叫clueless 这是美国的一个 完全是讲高中女生的 也是富家子女的哈 可是他里边是有人性的 这个女孩是有变化的 最后他对这这种价值观 这种人格 是有一个反思的 或者说他有一个态度的 不是就我就在里边 我就我就悬这个 或者我就追这个 从这个思想和艺术上来说 这个小时代这个电影啊 他可取之处是非常有限的 我承认这个 但是这个这个电影里头 这一类的表现白日梦啊 做梦吃肉包啊 这是电影的一个路子 其实灰姑娘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模式 是是是是 是吧 美国的那都是还是名片 什么风流女妾 对 也是这个 连那个Pretty Woman也是这样 说一个妓女碰到一个大老板 然后这妓女又天真又纯洁又可爱 我瞅着比比 这这样的妓女 这个模子没问题 我说的是专业水平 就是你把这么一个童话拍的特别好 对对 它是人类永远做的一个白日梦 对吧 但是这个梦很美好 那这个郭敬平啊差一半了 他就胆就够大的了 对 他怎么还敢当导演呢 这我也觉得 但是人家 大姑娘上教 头一回 头一回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澳洲成立危机解密党 参与国会大选 如何观察这个政治动向 谢长廷香港民共接触 民进党台北华山论件 两岸官府变化如何分析 北京银行时评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咱是回到文学啊王老师 我觉得他这个要是这么一种写法啊 嗯 他该怎么理解啊 他就算真是颜值有物 就好比说 比如说我可以写这么一句话 我今天啊 我穿着普尔达的鞋啊 这个戴着我的这个这个 什么阿玛尼的眼镜啊 这个这个拿着什么扣尺 最近我现在要扣尺的包啊 来到了这个什么电视台 对对 如果这个全是这样的一种写法 这也是一种博物质啊 是不是 现代 我不知道啊 全是这个也没多辣劲啊 像您说这个我都不懂 这些牌子我也都没听说过 但是我我我说啊 这你说的这种有又有潜力 我这不幸只能 就是从这角度啊 有一个充满名牌的小说 这个人叫 这个又是一个美国 叫American Psyche 这个这个电影还变成 这个小说还拍成电影了 嗯 里边从头到尾都是 某个人带了名牌 到了哪个名牌饭馆 这是实际上是90年代 美国那种鸭皮式文化 就是指最金迷的那种 讲名牌的文化的一个写照 很真实 但是他把它做到了极致 然后最后 其实这个主角是有心理问题的 就是这个充满名牌 这么一个男性的 最后他要 其实他是有一种 要把所有的最漂亮的女的 要肢解 他要就是残暴她们 什么什么的最后 他又落到一个很暗的地方来了 所以这个作者本人呢 我再说他就实际上 他不是一个wanna be 你知道吗 他不是一个往那比 他是已经就是说 对这种东西有了一个距离了 或者说也许他在里边以后 他已经出来了 他也不是一个可能很穷的那种小孩 很心酸的一种感觉 来来仰望着这个东西 郭敬明这个我真的我说 我其实说实话 我想笑他吧 我都觉得笑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看着有点难受 就挺寒碎的说实话 就是那种心酸的小子 你看他要用一个中英混血儿 来说一个标准的英文 突然莫名其妙的在一场演讲会上 对于中国的一个身上 他突然要讲一段英文的话 对对这个也 的确讲的是一个没口音的英文 但是这真是wanna be 我说 王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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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们就最近还说也挺绝的 说最近有三部这个挺神的片 神片 富城山区图 还有个不二神探 还有个小时代 说加一块正好叫富二代 富二 不二神探 小时代 说三天的简称富二代 就是为内排的 就是前后顺序都是这么着的 王老师是个宽阔的 是吧 这个对年轻人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